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盲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财士振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盲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我们经常说,有人门嘎嘎嘎嘎 说真的,这是中国的邻国南韩 其实这段时间,和中国关系是有所收稿的 在南韩大白菜比较贵和失收的时候 中国也是买了很多大白菜 南韩等他们可以做炮菜 当然,你可以说,他这些是双卯而已 那是双卯,但是你不要忘记 其实,说真的,他是真的可以买给你 美国买,那又不会 南韩总统韩石月,到此时此刻他的民意调查 都是历史新低的 还有我们也说过,现在本来从内政转移到外交 可能会令到他的民气会升回一些结果 几次都做不成 想不到韩石月再次用笨招了 这次他不是说朝鲜问题 朝鲜问题反而是可以的,近一点 但是你好搞不搞,是炒作南海问题 说真的,很远 你黄海,东海就近你一点点 是南海,原来菲律宾也都是,大家知道菲律宾 类类就在南海挑衅中国 那韩石月作为南韩总统 也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那你说访问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也是南韩总统时隔13年再次访问菲律宾 那期间两国元首也提及南海问题 其实以前,一般来说,南韩总统很少说这些 很少说这些 那现在西方的媒体就说 菲律宾和南韩都意识到中国构成的威胁 最搞笑的,这个威胁居然是卖很多大白菜给你 还有你不要忘记之前化肥 应该这样,尿素应该这样 尿素,南韩决的时候 都是有请中国帮忙的 那最搞笑的,他们这些西媒说 南韩可能再不是南海的就手旁观者 问题已经是令到他们很害怕 很远,很远 不过,你觉得他是不是要跟周呢? 跟拜登才做这些事情呢? 最怕就是了 说实际,利害的关系 真的不是最大的 而且你和中国是鄰近的国家 你这样想 既然日本也出了声 南韩在大佬间中也要出声 而且还要去 对吧? 早前我年文雄 早前我年文雄 未退位之前都去过 记得 和波波和马赫斯都见过面 我想都是趁拜登下台之前 他们该做事都做了 菲律宾总统马赫斯 也是昨天见了南韩总统尹世穴 就说菲律宾和南韩 已经对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未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加强全方位合作 这个也是1949年建交议 两个国家提出关系的新定位 尹世穴 在和马赫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就说 其实他之前很少说 南韩一般对台海和南海都说得比较少 日本人就说台海比较多 日本都说南海 很多东海、黄海 那是不是全部开了战线 我觉得应该是美国佬 就算 尹世穴这个皮性 其实拜登不说他应该是自动波去 因为全面亲日亲美 当然这段时间他其他的外交部长 也是聪明的 和中国有很多互动 但是如果这样搞 之前你那些部长做下来的努力 会是随风而去都不出奇的 那么当然了 他们发的联合记者会上面也都说 在南海局势日益紧张之下 韩国将职和菲律宾 耗指几十亿美金实施的军事现代化項目 有一个最新的阶段 南韩军队也都会参与由菲律宾实施的沿岸军演等等 当然了 这些东西 日本都加入了 他肯定加入 因为这个韩石 他全面亲美亲日 没有意思 他的民意调查也都是比较差 也都是比较差 谭马sir你觉得为什么比较差 是不是民众真的生活得比较 不过都是这样的 人民生活是最重要的 人民生活是很重要的 你那些外交东西 可能你看到的时候 看到新闻 报道 一时半刻 当你一日半日 有点转移到 但是你生活的那些 通胀 你去消费 你去买东西 是每日的 每时每刻的 是啊 就好像大白菜那样 他们天天都吃的 爆菜那些 是啊 是啊 比如中国大陆 你对我这样 那我不买给你 那你也很麻烦 尹岳也说明了 要和菲律宾加勒强国防合作的意愿 他就说 韩国除了单纯的军工出口之外 现在还要推进技术转养 教育培训 和装备 为互补养等等的 互补性军事合作为 我说 菲律宾有什么给你互补到 他跟你差不多 你那些船 你那些船 你那些南韩 做船 做船 用来练手 用来修复 我说懒船 石质船 都生了兽 都被我们南韩收到很英俊 就可以了 是吧 尹岳也说 相信两个国家 军工合作 能够为菲律宾建构 是自主国防和发展防务的产业 作出贡献的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有些太高级的东西就不用美国佬了 就是南韩自己就卖给菲律宾了 另外呢 原来 韩非也签署了关于重启 巴丹核电站项目可行性调查的量解备忘录 你记住 是可行性 但是台媒说的 哇 签署了 是可行性 就是 你还要做份报告 但是我相信他 如果做份可行性报告的话 应该之后就会帮他 因为南韩做的小型核电站 其实都有一手 在签约仪式上 南韩已经是获选亚联邮 以及捷克的新核电站项目 就是首选的谈判对象 亦可以成为菲律宾最好的核电合作伙伴 那马可思就说了 非方是愿意和韩方开展积极合作的 那这个也是一一年的时候 李明博 李明博其实也是 比较好 也是挺危险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位 就是南韩的总统 那原来也都一一年以来 李明博就访问菲律宾了 那南韩总统再次对菲律宾访问 就是今次了 那结束菲律宾行程之后 他就会去你们那里 就去见了财哥 在你们鄰国的新加坡 那想着去见王秦财先生 那之后呢 就去老窩参加东盟 及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峰会 但他就和阿茂叔不像 阿茂叔就搞个叫什么 亚洲版北约 就被人笑叉他 那韩石就没那么蠢的 你笑日本而已 那他在东南亚好像没有踩得那么深 除了菲律宾之外 那原来韩国主菲律宾大使 李尚华也形容 这次是两个国家 建交75周年的关键时刻 预计就会进一步提升 两个国家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各方面 已经很牢靠的关系 我们已经很牢靠的了 现在更加是牢靠 坚如盼色 学了台湾佬 那样 那其实在菲律宾的专家看来 韩石月今次的出访 当然跟美国有关 跟美国、日本、澳洲 所谓自同独合的国家 是有关系的 说来说去都是自由开放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喂 这些东西是不是抄台湾佬 说来说去那三幅屁 挺远 喂 刚才你说的自由开放 什么规则 什么 现在一直都在走 是啊 是啊 那当然了 菲律宾的学者就说 尹石月的访问也发映了 南韩越来越致力于 将他的印太战略付诸实践 是啊 你不要忘记 你去到那么远 南海呢 金仔也是那个 南海一动 你觉得金仔又不动吗 喂 你调动兵力 你觉得朝鲜又是死吗 坐在那里 他调动兵力 他有空虚 你觉得他不动 起码放几个导弹试射 到时候你就会害怕 那原来菲律宾的学者就说 这个是双边关系 不断发展的重要指标 菲律宾和南韩都认识到 中国威胁很大 尤其是南韩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立场更加强硬 喂 我想问一下 在南海问题上 强硬关系差 他和你领土是没有争议的 反而日本和你领土有争议 是吧 这个就是最好笑的 这个是 因为菲律宾学者 当然是帮美国 在美国那条线 这个是南韩跟美国一起 转变很积极 表明了他们意识到 在南海问题 他们不可以袖手旁观 我又想问一下 你不袖手旁观 你得到什么 可能是令到你的 是国防有一些虚位 让金仔进入都不出奇 是吧 当然了 这些菲律宾学者就说 减于南海局势很紧张 不断升级 尹石月今次访问很重要 那就预计两个国家以后 有更加多的安全合作 也都签署了很多东西 比如 菲律宾和日本是签署了 是互惠准入协定的 就是访问部队协定 菲律宾之前已经和美国澳洲日本签署了 日本就不是护卫访 因为日本不能派兵去菲律宾 但也都是 其实六月的时候一度放风和日本都签署了 不过这样 当时岸田就没有签 现在茂叔是更加亲美亲日的 更加亲美 不好意思 茂叔是日本手上 更加亲美 茂叔签署也不出奇 因为他等于帮美国佬而已 就是帮菲律宾签帮美国佬 这个协议也都为双方 军事合作和人员 还有装备入境等等方面 提供便利的 另外看到 澳洲的学者也都说 只要菲律宾和南韩或者第三方 存在任何的战略趋同 就可以在南海有关安全问题上展开合作 但这个合作究竟 他们更加安全 还是更加不安全 本来菲律宾的渔民 是可以在争议之地打鱼 现在都不行 是吧 你实际上是少了 你看回菲律宾 你就知道安全了 还是危险了 还是麻烦了 对 没错了 当然中方曾经多次强调 任何地区合作 都应该是信任和平和发展的 时代潮流 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 互信和合作的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 搞封闭 排他 针对他国的小圈子 会被潮流代替 其实现在西方和盟友的路 都越围越小 和地区国家的意愿 背道而辞 不得民心 没有出路 也看回 其实6月18、19日 韩国驻菲律宾的使馆和外交部 相关官员也不顾中方一再反对 先后对南海问题发表 是罔顾事实的 是错误言论的 当然了 中方也对此表辞是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提出严正抗议 那当然 韩国 喂 其实中国说得对 南韩 你若不是南海问题 当事方 你大佬美国 不过他都在死在美国 是的 其实近来 也都频频在南海问题上 说三到四的 指手画脚 也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样是无助于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 也都不理于中韩关系发展 中方也都敦促韩方秉持 是客观公正立场 在南海问题上 是谨言慎行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韩关系 当然 那我觉得 他就算维护中韩关系 他都看美国佬的头 都看美国佬的头 那说回刚才他们这个可行性的研究 那原来 在2023年 2月南韩水力核电公司 发布了一份可行性报告 认为福利宾的巴丹核电站 预计所以五年时间检查、整理 以及在翻修才可以投入商业运作 那除了是核电量解备忘录之外 他们都签署了其他东西 包括海上安全 那说回这个核电厂 其实是为了应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你看多久了 石油危机而建造 当时石油危机必须要实施燃料補给 这种情况很可怕 这间电厂在1976年7月 就开始建设 那84年就进攻 是投资了当时 当时花了19亿美金很多钱 那时候电厂还需要是市营运 以及业测市 但由于马赫斯总统 在政治上的 即他现在波波马书的父亲 老马赫斯 就专断独裁 那民众对于马赫斯总统的信任度 越来越低 也都传出了 在电厂兴建期间各种的弊案 其实说真的 你搞这个项目 难听些说 小马赫斯都是崩口人的崩口碗 不过他又不怕 为了向美国佬表示忠诚 他又不怕 那大家也认为 这个核电厂又不安全 又涉及贪腐 到了1986年 电厂终于完成了热测市 结果菲律宾也爆发了政变 就是所谓人民力量革命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赫斯的父亲 老马赫斯也被迫流亡美国 而继任人士阿基洛也决定关闭核电厂 但于2014年至2016年的电价不断上升 其实国际已经出现了有史以来明确的 就是核能复兴的政策 因为全球都很多人用核能 菲律宾能源部在南韩的帮助下 亦都讨论核电厂的可行性 或者引进核电厂的技术 比如小型的 是模组高化的反应堆都有的 但究竟能帮得到多少呢? 那就先看看 菲律宾的基建都挺差 自然灾害都比较厉害 考虑评估 整机的时候要想起这件事 菲律宾有什么? 地震 火山 火山 还有地震 海巷 还有凤哥 地震已经死了 好像福岛311 是呀 很严重的 所以这个南韩佬 你说会不会插一脚去呢? 两解臂忙碌而已 不一定做的 可能做过 做过姿态 那就先来吧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